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我想要说的就是我近期很爱用的一些刷具合集 这个视频我是蛮久之前就想要拍的 不过最近在偷懒 然后大家不是在B站上面都说想看吗 然后我就今天介绍一下 其实我的上妆工具呢 我上粉底最多用的就是气垫粉铺 但是那个的话因为我刚刚搬过来 我旧的气垫粉铺全部都在我的公寓那里 然后我就没拿过来 因为我最近有买一些新的气垫粉铺 我就会每那些都用一下 然后如果有特别好用的话 我就会分享在我的第一个季度的爱用品里面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快点开始吧 好了我们先从底妆类的东西开始说吧 第一个想要说的呢就是这一个 与吉他们家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刷子 这个刷子呢我一般都是用来上粉饼的 在用这个之前我用的是Tat的那一款 但是因为那个品牌本身有点问题 然后呢两个对比下来 其实这一款会更好用 Tat的那一款不是像这一款是平的 它是有点凸起来的 所以你放在粉饼里面 粉饼非常非常容易被你搓出很多很非粉的感觉 但是这一款就不会 而且它的这个弧度啊就是这个样子嘛 就做得非常好非常好 可以就是把粉很均匀的上在脸上 还有呢就是用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整体会让那个粉饼的遮瑕力就是维持 也不会让它降低什么的 然后它整个的透明感啊 毛孔的遮瑕力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这个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 而且它是有一点点斜斜的 就上面这个会有点重 你就这样子擦 这样子这样 我连用它来弄我的鼻液啊 这种地方都完全没有问题 眼睛我直接这样子弄超级无敌好用 这个就是我 很喜欢很喜欢的 大家应该也看过我用很多很多次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个遮瑕刷 就是我很喜欢的 这一款圆头的很密实的这种遮瑕 我都是用这个来遮痘痘的 我其实前段时间很喜欢用开放地 那个来遮眼下 不过我最近的眼下非常的干 所以我都不能用刷子 我只能用手 但是呢我遮痘痘 还是会用刷子 我就用的这个是Mac的270S 这款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第一 因为它这个很密实嘛 整一个 就是你搓在你的痘痘上的话 它可以很好地把你的痘痘遮盖住 还有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是中间这里最密是吧 旁边稍微散一点 就可以把你中间你要遮的痘痘的地方 遮得很严实 然后旁边那个地方是 本身就有比较自然的晕染的 然后我一般用了它 再用手把旁边的那个痘痘的边界给拍开 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款我也是一个很推荐的 最后再说一个底妆类的 就是我最近买的这个 琴舞堂的这个散粉刷 在用这个散粉刷之前呢 我一般都是用LAME的那款散粉刷 但是它两个的刷型不一样 这个是有一点点像这种这样的 但是LAME的那款是更 就是很散的 我拿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嘞 这款就是我也是很爱用的LAME的 这款是我近期很爱 就可以看出来两个有点不一样 这个就是更圆一点 然后这个你看旁边对吧 这个整体会瘦一点 而且它的毛是那么有坡度的 然后这一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圆形的 两个用下来我会更喜欢这个一点 就是第一它的毛非常软 这个LAME这个也很软的 但是它比较贵嘛 这款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的这个坡度 我觉得用来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合适 用这个的话呢 你就是只可以这个样子整体的扫 不能像这个这么精准的这样子扫 但是它也是可以整体 因为它整一个就是很大嘛 所以用来整体扫 而且它的这个刷毛什么非常的舒服 擦在脸上 非常喜欢 然后就我会用它这个样子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爱爱爱死的 好了 这个说完之后我们来说两个阴影刷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一款 琴质的这款斜角鼻影刷 这款呢 它整个坡度是设计的蛮好的 而且它这些毛啊也设计的很好 就不是那种非常密实的 所以你上了那个鼻影粉的话 它不会拿太多的粉 以导致于就是那个鼻影 特别特别的深那个颜色 而且它这个弧度就非常好 可以这个样子扫下来 反正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我用鼻影刷不是那么的多 因为我手很残嘛 所以我画鼻影很多时候都画不好 所以呢 这一款我用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如果我要画鼻影的话 我肯定会用琴质的这一块 再一个要说的那个修容刷 就是这一款也是雨集的 它今天很多雨集的东西 雨集的这一款修容刷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这种斜角刷 它整体呢也是比较蓬松的 我前段时间 前一年多吧 我是喜欢用比这个再大一点的 那个修容刷 但是我最近觉得小一点 比较精准一点 而且这个晕染力很好 我又一般这样子戴到这儿 然后这些发际线这儿啊 也会稍微修一下 反正这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很容易操作 我今天推荐的那些刷子 都是那种新手非常非常友好的 因为我整个人的化妆技术很低嘛 所以如果大家 也不是说大家的化妆技术也很低 就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化妆技术是比较偏新手 不是那么好的话 就可以看一下我今天说的这些 这款就是真的很好用 然后呢 它的这个尺寸 站在基本上所有的修容里面 都可以很好地占取那个修容 而且我发现雨季家的刷子 我都挺喜欢 就是它这样子站进去 可能因为它这个刷毛不是特别硬吧 它不会让就是那些修容啊 或者是任何的腮红啊 粉饼那种东西太容易飞粉 但是有一些别的 就是那些毛比较硬 或者形状臭比较不对的话 你这样子搓进去就很容易飞粉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有这个问题 现在来说两个腮红刷 就是这个又是雨季的 这个点彩刷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基本上我所有的视频 如果有播放我画腮红的画面 我都是用的点彩刷 其中我最爱的点彩刷 就是这款雨季的赤桃的 这款我是买了两个的 就是别的腮红刷也蛮好用的 但是就没有这款用的这么顺手吧 可能就是这款买的最久 还有就是这款呢 会比我别的腮红刷 这个头啊再小一点点 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 就是擦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最近不是很喜欢擦太过于大面积的腮红 别的地方更会想要擦腮子多一点 所以这款就很好的 可以满足我的所有的需求 而且我擦腮红是很容易怕红屁股的嘛 就觉得不太自然 但是用这个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点彩刷 就用了点彩刷之后 不管是再重的腮红 在你脸上都可以有一种很自然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这个点彩刷 还有一个我想要说的这个刷子 就是这个FIX PLUS这个Y315 虽然这款我买的不是特别久 就是我上一期购物分享 我分享过那还算巨好用 我都用它来涂我的筛子 因为我现在 我又要再说 因为我看那个影院小姐的筛子搭法 我觉得真蛮适合我的 很适合跟止存秀的那个M225一起 我一般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我就会用那个 因为我的那一款筛子呢 它不是特别的显色 如果我还是用点彩刷 点彩刷 点彩刷来上那个筛子的话 就会让人家觉得 你到底在上什么 就完全没有颜色 所以就用这种比较密实一点点的 而且它这个坡度呢 就非常适合我想要画筛子的部位 真的太合适 你看这种地方 反正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 然后它整体的刷毛啊 上脸没有那种不适感 而且它这个坡度是下面比较 这个地方比较蓬松的 所以呢 它也不会上色度太过于重 反正上色度刚刚好 又不会太过于浅诚 很推荐它 现在来说的都是一些 眼睛部位的刷子了 我先说两个铺色刷吧 第一个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一款 Real Techniques Medium Shadow Brush 我不知道这款还有没有 反正它整体的感觉是这种比较胖胖的 然后呢 这个上面有一点点这种收尖的感觉 这个铺色刷呢 我一般都会用它来上颜色比较浅的那种颜色 因为它整体比较大嘛 就是我的刷眼皮和眼睛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那种 所以我就会用它来上比较浅的颜色 它整体的晕染力非常的好 而且因为它的形状的关系吧 它就是可以让 就是最深的在这个下面 然后那个弄上去 所以这款我是很推荐 但是我觉得这款挺惨的 本 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 第二个我想要说就是我今年 不是我去年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刷子 我买了两个就是Sephora 他们家的这一款刷子是他们家的14号 我买了两个 我不是在店里买的 我是在代购店里买的 但是真的很好用 这款就是你不管是上轻一点的颜色 还是重一点的颜色的眼影 都完全都没有问题 用来做一个铺色刷也可以 就是如果我出门玩的话呢 我只戴这一把刷子 我用它来做完铺色刷之后 我再沾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我也可以用它来做一点点加深 所以这款真的非常非常推荐 超级无敌好用 我刚才推荐的这款呢 我基本上只可以用它来做铺色 因为它有点太肥大了 然后这个说完之后呢 再说一个我比较爱的这一种中型的 也算是一个铺色刷带 它会比较小 我就会用它来做一个加深 跟大家比一下 对吧 它的比较小一点 我的这一款是124 这是琴质吧 I have no idea 我当时会给大家看一下 反正我这款刷子呢 我用它来做这种加深呢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用那种锥形刷 来做眼睛后三角的这种加深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眼底这个地方 用这个加深会更适合我一点 而且也更容易画一点 就如果大家想要眼妆比较有层次的话呢 我是蛮推荐这个的 特别是比较适合新手 而且这一款它也是比较便宜的国货嘛 而且上眼镜也非常舒服 还有就是所有这些刷子 我都是用那个Daiso的那个 我会用它们洗刷子 或者是它吸海绵的那个 吸海绵那个会清洁力更加强一点 我用了这么久 洗它们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不会变形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耐用的一些刷子 然后这一款用来做这种 叫啥 加深呢 非常非常的好 再说一款 是我最近非常非常爱用的 Colourpop的这款E3 因为我最近呢就是可以在我脸上说是半永久的一个妆容 就是我会用CT的那款Pillow Talk 然后呢它上面其实有个珠光色 那个珠光色呢 我以前没有发现 就是如果你用这种铺色刷 刷了它整一个底的话呢 它会有一点点太过于厚重金属的感觉 所以呢我就会用这个 打底色啊都涂完之后 我会用这个刷子再沾一点点 那一个珠光色用来做眼睛中间的体量 这个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就相对于我用别的刷子的话 有一些呢 如果你用那些珠光色 要不然就是带不出来颜色 要不然就是哇 真的是很金属 跟你手指上的感觉可能差不太多 那这款就是介入那两个中间的 就你用了它上那种珠光色 在那个眼睛中间是比较清透 但是又可以看到闪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款真的蛮便宜的 E3 Colourpop 再说一个大家应该问的非常非常多的 这一款眼线刷是Sigma的这款E65 我现在基本上除非是我真的是很闲 或者是我要拍视频我才会画眼线 我今天是有画眼线的 但是我画了眼线呢 我还是会用Sigma的这个眼线的这个刷子 用来勾勒一下我眼尾 用深的眼影 然后再用它弄一下我眼睛下部这里 而如果大家看了我那种眼影测评啊 不是测评 就是眼影视色上眼睛的 我基本上都有用这个刷子 真的是太太太太 太好用了 就如果你需要买一个眼线刷 求求你买它 它太好用了 我其实用过很多不同形状的那种眼线刷 有一些是那种平的 有一些是稍微有一点圆的 我觉得都不是很适合我 可能是我没有掌握好用法吧 但是我真的是 这款真的是最爱最爱 现在还有一款呢 又是这个牌子的 好应该是琴质吧 这个118 这款呢 是这种很mini眼线刷的形状 我一般都会用它来画我的卧蝉 就我觉得它的这个东西 用来画卧蝉非常非常的合适 第一就是它是这种比较硬的嘛 而且如果你用它来上那种颜色的话 它比较不那么容易上色 就很深用来画卧蝉 而且它这个小小的 就很适合这个样子画 哦 很推荐 但是我最近看大家 他们说如果用这种刷子太多的话 这里比较容易长皱纹 比较建议用那种卧蝉笔 我是买了的 但是它在我众多的快递的某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会找不到 也是一个眼影刷 是这个Sigma E21 是这种很小的这种扁头刷 这一款呢 我会用来占那种高光 像WT905啊那种 然后呢 我就会用它在这儿 这儿和这儿 这个是我看 不知道哪一个人分享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会让我的这个鼻子 山根的这个地方显得挺一点 因为我鼻子非常非常地扁 然后呢 我那么多的刷子 下来这一款是最密实的 用它来刷那种比较精准地方的高光 也非常非常地合适 而且它用在这种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合适 这款我也很推荐 最后一个刷子呢 就是这个Mofi的E27 它是用散状的这种刷子 这个刷子大家应该也是看了很多 因为我画眼影很手残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很手残 所以我画完了之后呢 我需要就是做一个 让我的眼影边界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我都会用这个刷子 有时候如果不是画的太夸张的话 我就直接用它这样子扫一扫 它就可以让我的眼影边界非常的自然 那如果有时候真的是画的非常非常地可怕的时候呢 我就需要沾一些白色的眼影 让我再用它扫一扫 这款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地好用 又是很便宜很耐用的一个 好啦 今天的刷具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别的喜欢看的主题 一定要告诉我 也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